两家手机店都在杭州雪院路上 一家是小米的授权维修店 一家是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中间隔了个门面 据他介绍华为和小米的售后门店都是授权性质的 1月7号早上老板接到华为店保洁员的电话 说店里出事了 这个门把手被从外面外里给它破坏了 破坏完过后我们到里面去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损失 保险柜被爆开了 我们的华为的MED系列跟P系列的荣耀系列的高端机 46台全部被盗 这是后面我们整理出来的数据 损失的金额是14万左右 杨老板查看了门店的监控 1月7号凌晨0点31分 三名小伙子破坏门把手后进店 可能因为展示柜台的手机都被收起来了 三人直接走进工作人员的办公区 来到库房门口用锤子砸开了库房的门锁 在接完过后我们这里面有特地买的1米8的防盗箱 他进来过后很淡定在我们监控的画面 看我们这里的监控回溯 他是想通过监控回溯看到密码 他看人家怎么输 他想找记忆把它输出来 但是监控密码没搞出来 库房的监控显示 三个小伙子站在保险箱前 先用锤子翘没什么用 接着有人拿出了手机 过后他在这里远程开视频 然后用锤子在这里 在这里 先控制画面看很清楚 在这里面 然后从我手法 一些东西把它砸坏了 然后把保险箱破了 破完过后 我们这里面一共有四五层的一个东西 这个上面放了MAT系列 华为MAT系列的手机 这个上面是荣耀的P50系列 都是比较昂贵的手机 杨老板说三人没有随身携带背包 直接在店里拿了三个纸箱 装手机就离开了 很淡定 我感觉它已经是轻车熟入了 好像是这种长火级的一样的 你像这个开监控啊 远程啊 哪有这样的三十分钟的时间 杨老板向崔苑派出所报了警 他说去年10月24号 也有三名小伙子来店里盗窃过 把店内的地板砖 包括这个门锁破坏了 当时没有进入到仓库 我们当时的损失是 两台用户留修的手机 价值是一万两千块钱 这个样子 当时这个地面是怎么破坏的 这个地面是我们旁边有一家店铺 因为它是在转让 门口有两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石狮子 他用这个石狮子呢 去从外面抱进来 去砸这个门锁 因为上次没有带工具 砸这个门锁没砸开 姚老板告诉记者 那一次三人在华为店没什么收获 就来到了旁边的小米门店 拉了几下过后 把门板手拉断了 拉断完过后呢 可能有车或者是行人路过 然后又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过后又回来 继续把两个门把手全部拉断 进入到室内 然后两个人进入室内 一个人在门口把风 这么个情况 然后在入室内三分钟以后 三个人同时对三张桌子上面的手机 进行的这个拔除 然后30秒累 所以19台手机全部倒走 杨老板说19部小米手机价值6万多块钱 三个月内两家店接连出事 总损失近20万元 之后他考虑加装卷闸门 加固门把手 装地毯黄 也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破案 我从监控看 包括肯定是有共性的 第二次既然如此淡定的 肯定是我感觉肯定是第一次来过 或者是采锅店 应该是有关联的 有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他在我的店里面 这次来是带着工具 辖区崔苑派出所表示 这两次事件都在调查中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